最近有许多无头人的影片出现在了网络上 并且这些无头人也都遍布了世界各地 一位泰国的小伙子也排到了一个 让我们先来看看具体情况吧 不少人根据这种无头人的影片进行了猜测 他们猜测我们生活在一个矩阵世界中 就类似于黑客帝国的那种人类世界 而这个无头人的出现其实是矩阵系统出现了问题 你对于这种矩阵世界的构想是一种怎样的看法呢 可以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吗 一位叫做西蒙娜的女士在前些日子 为自己朋友扫墓的时候拍摄了一条短片 并把这条短片公布了出来 但是有观众在看完影片以后 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 看看你是否能找到问题点 一个人影突然从这个墓碑后面探出了头来 这就让人很诧异了 他是谁呢 难道是墓主人吗 一位气修店的老板 最近总是会在店里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以为是店里的某些设备出了问题 但是经过检查 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为了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板开始翻阅店内的监控录像 然后就发现了一个 不速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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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可把气修店的老板给难道了 该怎么把这个家伙送出去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女人到底有多可怕吧 这个女人在进入电梯以后 突然对着自己的脸 打了好几拳 你是不是以为他中邪了 不不不 他清醒的很 事情是这样的 他和他的丈夫吵架了 一气之下 他跑出了家 然后在电梯里伤害自己 随后 他就报了警 说自己的丈夫 对自己进行了家暴 但是多亏了电梯里的监控 这才让他的丈夫 摆脱了这个罪名 如果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有个未知的东西 抓了你一下 你会怎么办呢 一天午夜 一家人已经进入了梦乡 但是躺在床上的母亲 却亲身体验了一次 愁自然事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 这羊人打开了灯 翻找了很久 根本就没有找到那个家伙 能找到才怪呢 这家伙好像是从墙缝里出来的吧 这到底会是什么呢 胆子大的人 什么时候都有 就比如 接下来的这位拍摄者 在2010年左右 他来到了一处森林露营 其实呢 他是想体验一下 这片森林的恐怖 据说 这片森林死过很多人 基本上都是自杀的 所以就传闻说 这片森林 有一种能够蛊惑人心的力量 而在他露营的时候 也没闲着 就拍摄了 接下来的影片 那么走 不让他见面 这片森林的 这片森林露 先在这片森林露 这片森林露 有点森林露 就像森林露 这片森林露 放下来 稍然 放下来 这片森林露 你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了吗 在这里 一张傻白的脸静静的躺在了地上 据说拍摄者已经失踪了 只留下了这部相机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部影片 那拍摄者的失踪会和这张脸 有关吗 那就不得而知了 有不少年轻人 都喜欢在一些废弃的房子里进行涂鸦 有些时候这些涂鸦真的蛮帅的 在一个月前的一个晚上 一位年轻人来到了一座废弃的房子里 然后在房子的墙面上 挥洒起了自己的创作灵感 一幅崭新的作品 就这样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此时的作品还未完成 小伙子却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这让他警觉了起来 荒霄野岭的出现奇怪的事情 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出去看看吧 感谢组筹 也不用不妨 感谢织入阅 感谢织入阅 因为神一直不与 现实的 感谢织入阅 感谢织入阅 ? 香 酷 你心就不忧 感谢织入阅 气 踊散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装扮奇怪的家伙要干什么 他为什么要一直追着小伙子呢 这不仅让人对他的举动好奇 也对此心生恐惧 关键是他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一位小伙子最近听说了一处闹鬼的地方 是一处荒废了许多年的废弃房子 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探险梦 这次他终于可以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他选择在午夜时分来这里探险 这里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刺激呢 好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一阵巨大的声响之后 一个神秘的黑色影子就从门前走了过去 小伙子没敢冲上去 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勇气了 而这个黑影 你觉得它会是人还是鬼呢 深夜 黑色故事频道的博主 独自一人 踏入了一家传说中的闹鬼酒店 刚刚进入这酒店 一股发霉的味道 扑面而来 看来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他穿行于空荡的楼道 突然听到 有奇怪的声音 仿佛有人就行走在他的身边 这吓得他 浑身一颤 声音听到 声音听到 等著了 等一下 目前不就聽到 有另一人聽到 怎麼對,有誰有 失誘了 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啊 在这里 看来刚刚的声音就是他发出来的 那他是人是鬼呢 也没准他就是个住在这里的流浪汉呢 一位先生在夜晚回家的路上 突然看到前方有个奇怪的人影 他下意识的减缓了车速 然而前方的一幕让他有些错愕 这大半夜的任谁看到这一幕 都会有些惊讶吧 这位老人是要干嘛 影片里的这个小伙子正在玩恐怖游戏 我们来看看他的反应 其实我基本不玩恐怖游戏 但是我看到他的样子 突然让我有了一些兴趣 想去体验一下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接下来的影片都是网络上 让人无法理解的影片 我们先来看看吧 老人家有些迷茫 我怎么穿不过去呢 这些影片除了用造假来解释 好像也没有什么解释的方式了吧 但如果这些内容都是真的呢 我们能接受吗 又有一位水下探险者 排到了美人鱼 并且距离很近 也很清楚 我们先来看看具体情况 如果这条美人鱼是假的 那比我们前些日子看到的那些 制作的更加精良呢 一位屋主家门前的监控 最近拍到了一个 奇怪的女人 而屋主在看完全程的录像以后 已经好几晚 没敢睡觉了 生怕这个女人 是来找她的 这个女人 的确很诡异 忽隐忽险 并且还能够瞬间移动 难道 真的是女鬼吗 在一个炎热的夜晚 帕归帮派的两位博主 小心翼翼的 走进了城市边缘的一座 废弃房子里 传闻中 这里曾是一座豪华的别墅 如今却只剩下了这片废墟 当博主们穿越 房子的阴影时 他们感受到了一种 莫名的含义 他们想起了那个 传说中的故事 有人声称 在这里 见过水鬼 他们听说 水鬼的脚印 曾在这座 废弃的房子里留下 但他们怀疑 水鬼的真称住处 可能是 附近的废弃寺庙 于是他们打算 用通灵的法式 把那个水鬼给叫过来 是 刚刚的确有脚步声 看来水鬼已经来过了 只是大家都看不到它 好吧 恐怖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我们的节目又在这里 跟大家说再见了 这里是飞红禁地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 一起探索这个 未知的世界 黎明将至 我们午夜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